假设的世界不是说我们假设一个世界 而是现行的世界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 并且未来会不断自我推翻 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能争于至善 这本书讲完了 书中用了很多小案例带我们去看世界的虚幻性 及眼下我们认可的很多东西 并未研究到确实的程度 而是建立在一个个假设之上 比如关于负离子有益健康 书中提到 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弄清楚 负离子到底是什么 科学界信这个的人寥寥无几 甚至拿来当笑话看 按照本书的逻辑 世界几乎没有真正靠谱的东西 外行人笃信的 很可能只是业界的一个推测 众口硕经之下 把并未研究出结果的东西 垂得天花乱坠 全靠长了一张嘴 这个世界就是假设 不断推翻假设 比如专家今天说 喝牛奶不好 明天说喝牛奶好呀 再过几天又说 喝牛奶不好 有时候呢 听听就算了 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在自己的时代里 信着这个时代的理论 我有个朋友很酷炫 他不会轻易去否定 那些看起来非常荒谬的想法 永远给未知 留一个可能性 没有绝对正确 只有相对正确 理查德费曼说过一句话 科学皆为近似 也就是说 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真理这种东西 这话不能深究 深究下去容易陷入虚无主义 但我又很好奇 虚无主义的中心是什么呢 1608年第一台望远镜在荷兰问世 后来伽利略也自制了一台33倍的 请来了一群教授朋友 去观测这个神奇的发明 教授们看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东西啊 只对人间有用 对天界无用 因为在既有的认知里 天界是完美无瑕的 可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月球表面 是凹凸不平的 太阳还有很多小黑点 那么一定是望远镜出了问题 我们认识到的世界非常局限 在既有的固定框架之内 没有人会去推翻现有的体系 所以一定是新产生的认知出了问题 这样的话 人们看到的世界 就只能是他愿意让自己看到的 或者在现有的认知之内 能看到的世界 地心说日心说的发展是时代的进步 也体现时代的局限 他们的认知和我们的认知 不同步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的常识是他们的心知 这就好比我刚来到香港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 钉钉车是要从后面上 前面下的 而我以为大家都知道水鲜花的故事 可当时现场的朋友们告诉我 他们都没有听过 所以不用拿自己认知中的常识 去给他人做预设 当你来到一个实验现场 从生活的假设世界出发 你看到的可能是冒泡的水 对于在做实验的人来说 他看到的是物质背后的世界 所以也许他看到了穿梭时空的介质 二者当然有非常大的差异 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高下之分 也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我们不过是在各自的世界内 建立自己的坐标轴 就如图中所示 A说按发地点在x等于1 y等于1 B说按发地点在x等于根号2 y等于0 按理说呢 他们总有一个人应该是错的 但是你把坐标轴转一下 两者都正确 因为两个点距离远点都是根号2 一本薄薄的书 但是试图冲击人固有的关键事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每周为您分享书籍或影片